欢迎收看本节目,我是主持人圆圆 双十一抢先购天喵国际进口超市抢第二件零圆 需要的请点击简介链接 德云社势头正猛 传统喜剧演员发展困难颇多 喜剧人出路在哪,影言 本文主笔,一安说起喜剧 你是会想起春晚上爆红 春晚常客的潘长江,蔡明等人的小品 还是现在捧出帅气象征小声的 德云社相声 纵观目前喜剧界的发展 不得不说各品类喜剧的发展 真的是差距甚大 首先是春晚上的常客喜剧演员们 能登得上春晚的喜剧作品 肯定都是偏好为大众传播正能量的喜剧作品 也就是所谓的主流喜剧 在本山大叔、宋丹丹等小品老将接连退出春晚后 春晚上大家能叫得上名字的演员 越来越少 潘长江、蔡明是春晚喜剧上为数不多 仍在坚持的老面孔 然而这两张老面孔 却也因为很多事情 开始丢失了自己的路人员 在网红圈有所涉猎的小伙伴 一定都听过潘嘎之交 劝嘎子、谢孟伟不要带货直播的潘长江 自己做起了带货 种种行为将多年攒来的名誉毁于一旦 网友对她的称呼也从尊敬的潘老师变成了潘子 小品女王蔡明 这几年被很多人说是跌下神坛 甚至不少人都让她滚出春晚 现在59岁的蔡明 在之前的综艺节目上 脸上看不到一丝皱纹 满满的都是硅胶感 给人感觉皮肤很紧绷 却没办法做动作幅度大的表情 许多艺人依美上瘾 隔几天不见 有人就换头了 大概从50岁以后 蔡明的脸开始越来越肿 过度的依美 是蔡明备受网络争议的主要原因 与主流喜剧人不景气相反的 是曾经被人骂成邪门歪道的德云社 郭德纲的德云社在正式站住脚之前 也是受过很多委屈 至今与江坤为代表的主流相声人 仍是不怎么对付 市场的蛋糕就那么大 有人吃多了 就一定有人吃不饱 郭德纲十几年烫风冒雪 带着自己的徒弟门人 从四面楚歌的状态下杀出重围 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后续岳云鹏、张云雷、秦潇贤等人的走红 也把德云社成功的过渡到了一个新的运营模式 可以说是在郭德纲稳定喜剧基本盘的前提下 德云社进行了二次扩张 并且十分成功 主流喜剧与德云社发展的两种趋势 让人不禁疑惑 主流喜剧到底怎么了 主流喜剧目前发展颓势的原因大概有三 第一 人缘上的青黄不接 德云社说有四百多个舞台演员 吃网夸张了说 但郭德纲门下的云鹤九霄、龙腾四海 才收到龙字科、前面的云鹤九霄的师兄们 成绝儿的不在少数 这四颗的演员都有自己的观众基础 而主流喜剧的类型就很多样 主打的语言类节目就是小品和相声 相声不用说了 能在德云社势头下赚得到生存空间的主流相声团体 屈指可数 其次就是小品 之前的小品发展的其实很不错了 贾玲的大碗娱乐 沈腾、玛丽的开心麻花 宋小宝的聊沈、艺术团等 都曾为大家带来很多欢乐 但问题是 这些演员虽然说没彻底离开小品舞台 但大半之角都已经迈到了影视创作的领域中 你好 李幻英让贾玲成了全球票房最高的女导演 随着我和我的父辈播出 沈腾收获了一个新的外号200亿先生 他的个人票房已经超过了200亿 在影视界发展的顺顺当当的他们 很难全新回到小品的舞台上 第二 对互联网新兴行业的应对方式 短视频行业的蓬勃发展 为多个领域的行业企业带来机遇 对于喜剧也是同样的道理 网上很多靠幽默段子火起来的网红 都是极具喜剧天赋的 他们的脚本甚至可以成为不错的喜剧剧本 但正经的喜剧演员在利用短视频这一块 就落后了德云社一大截 在他们还在想刚注册的账号应该发点什么的时候 便而哥哥的小曲儿 少班主高情商街梗 老情傻嘻嘻爆出的京剧等就已经被铺满了多个短视频平台 甭说观众愿不愿意看 刷多了对演员指定有印象 第三 群众娱乐方式的增加在智能手机发展的还没这么完善的年代 电视机看喜剧节目成了大家主要的娱乐方式之一 但现在的娱乐行业发展的五花八门 老百姓业余时间能选择的娱乐方式太多了 在这种情况下主流喜剧并没有非常强的竞争力 这也造就了大家对主流喜剧最大的印象就是春晚 春晚以外很少有人知道主流喜剧还在哪有所体现 在现在娱乐发展的大环境下 观众的笑点越来越高 对于作品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只有先把作品做好 才有人愿意买账 点赞了吗 关注了吗 谢谢